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哨 这个视频咱们来学习一词多意中的故 先来看一段由过秦论演化而来的小故事 秦孝公具小汉之故 行变法如一而故 君臣故守一窥周氏 至于始皇统一天下 始皇故武功助于四海 然独夫之心日益交雇 焚书坑儒 儒生故止之 不听 朝中故漏之人亦多 贤世皆隐而不出 民故穷困而苛政残暴 蜀族教韩古举 秦二世纵故必轻眼 故有不灭者乎 这故事里每一句都有一个故字 咱们接下来就一一分析 故的古体字 像四周围起来的样子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故四赛也 可见故的本意是兼故牢固 这是个形容词译 特指帝氏险要 城墙兼故 能攻易守 左边第三行 君臣故守一窥周氏 至于始皇统一天下 这一的故就是牢固的意思 那么这句话就是说 君臣牢固守卫者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 到了秦始皇便统一天下 现在你知道了 故的本意为形容词译 由此隐身 故还有三个形容词译 首先 故的本意为牢固 而牢固的东西自然不易变化 所以故就有了固定不变的意思 左边第二行 行变法 如一而故 这一的故就是固定的意思 意思是说 秦国实行变法 法令一贯 而且固定 前面说了 故有固定不变的意思 如果是用来形容人的态度 很固定 没有变化 便是顽固固执了 这是贬义 像左边第五行 然独夫之心 日益交雾 这说的就是秦始皇 顽固不化 这一的故就是顽固的意思 意思是说 然而秦始皇是残暴无道的统治者 日益交恨顽固 那么当顽固这个意思 往贬义继续发展 已经不足以形容一个人的固执和愚蠢 这时候固就可以引升为固漏浅薄 左边第七行 朝中固漏之人亦多 贤士皆隐而不出 这里是说 朝廷里浅薄的人越来越多 贤士都隐之不出 其实形容一个人态度是固定的 也可以有褒义 那就是坚定 坚决 左边第六行 焚书坑儒 儒生固止之 不听 这的固就是坚决的意思 意思是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儒生们坚决阻止他 他却并没有听从 嗨 可怜的儒生 请允许社君不安一秒钟 当然 固这个形容词本意 也可以活用 用作名词 就指坚固险要的地势 左边第一行 秦孝公聚小寒之固 这的固就是名词 显固的地势 指秦孝公占据着 小山和韩固关的 显固地势 如果固的本意 活用作动词 那就是稳固 巩固的意思 左边第九行 数族叫韩固举 秦二世纵固必清也 这一的固就是巩固的意思 意思是说 守边疆的兵族呼喊 韩固关被攻克 秦二世纵然巩固壁垒 使转移人口物资 最后来说说固的虚词意 第一个是本来原来 左边第八行 民固穷困而苛政残暴 这个固就是本来的意思 这是说百姓本来就贫穷困苦 可严酷的政治还这么残暴 固本来这个意义 如果用到让步关系中 就是固然诚然的意思 左边第四行 世皇固武功 驻于四海 这个固就是固然了 意思是说 前世皇固然在四海之内 有着强大的武力 除此之外 固也有起难道的语气负词意 固什么什么呼 表示反问 意思是难道什么什么吗 左边最后一行 固有不灭者呼 这是说 难道会有不灭亡的吗 最后说一下固的通假意义 固通姑 表示姑且的意思 庄子天下说 请欲姑至五生之饭足矣 指的就是 请姑且给尹文准备五生米的饭就够了 说到这 关于姑的意思就讲完了 咱们还是来复习一下 固的文艺为坚固牢固 特指地势险要 城墙坚固 难攻易守 这是一个形容词语 这个本意活用为名词 就是坚固险要的地势 有本意还可以引申出三个形容词语 分别是固定不变 以及贬义的顽固固执 固漏浅薄 还有包义的坚定坚决 固的本意活用为动词 意思就是稳固巩固 固也有三个副词语 一个表示本来原来 另一个表示让步 意为固然诚然 还有一个表示反问 翻译为起难道 而固什么什么乎 就意为难道什么什么吗 固还有一个通假语通姑 意思是姑且 固的意思挺多 大家得好好复习 下个视频里要出现的是素和汤 咱们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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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